却说,曹操大破旅步于定陶,不乃收集残败军马于海滨,众将接来汇集,欲再与曹操决战。 陈公曰,今曹兵势大,未可遇争,先寻取安身之地,那时再来未迟。 不曰,无欲再投袁绍,何如? 公曰,先使人往冀州探听消息,然后可去,不从之。 且说袁绍在冀州,闻之曹操与吕布相持,谋是审配禁约。 吕布,柴虎也,若得衍州必图冀州,不若驻曹公之,方可无患。 少,随遣炎梁将兵五万,网驻曹操。 细作探知这个消息,非报吕布,布大兴,与陈公商议。 公曰,闻刘玄德新领徐州,渴望投之。 布从其言,尽投徐州来。 有人报之玄德,玄德曰,不乃当机英勇之事,可出营之。 弥章曰,吕布乃虎狼之徒,不可收留,收则伤人矣。 玄德曰,前者,非不喜衍州,怎解此郡之祸,今比穷而投我,岂有他心。 张飞曰,哥哥心肠特好,虽然如此,也要准备。 玄德领众出城三十里,接着吕布并马入城,都到府衙厅上。 蒋礼毕,坐下,布曰。 某自与王司徒,杀董卓之后,又遭雀似之变,飘领关东,诸侯多不能相容。 既因曹贼不仁,侵犯徐州,蒙使君,历旧陶迁,不因喜衍州以分其事,不料反舵奸计,败兵折将。 金头使君,共图大事,为审遵义如何。 玄德,玄德曰,陶使君心事,无人管领徐州,因令被全设州市。 金姓将军至此,何当相让? 随将牌印送于吕布。 吕布却待要接,只见玄德背后官张二公各有怒色。 布乃杨孝曰,量吕布亦勇夫,何能作周目乎? 玄德又让,陈公曰,强兵不压主,请使君勿宜。 玄德方旨,随设宴相待,收拾宅院安下。 次日,吕布回席请玄德,玄德乃与关张同网。 饮酒至半憨,布请玄德入后堂,关张随入。 布令妻女出败玄德,玄德再三谦让。 布曰,贤弟不必推让。 张飞停了,称目大赤曰,我哥哥是金枝玉叶,你是何等人,敢称我哥哥为贤弟。 以来,我和你斗三百合。 玄德连忙贺主,关公劝飞出。 玄德与吕布陪化跃,烈地酒后狂言,胸布见责。 布漠然无语,虚盈袭散。 布送玄德出门,张飞越马横枪而来,大叫,吕布,我和你拼三百合。 玄德急令关公劝职。 次日,吕布来辞玄德约,蒙使君不弃,但恐令地被不能相容,不当别头他处。 玄德约,将军若去,某罪大矣,列地冒犯,令日当令陪化。 尽佩小义,乃被昔日屯兵之处,将军不嫌浅辖,权且歇马,如何? 粮食均需,尽当应付。 吕布谢了玄德,自引君投小沛安身去了,玄德自去埋怨张飞不提。 却说曹操平了山东,表奏朝廷,加操为建德将军,费庭侯。 其实李确自为大司马,郭四自为大将军,横行无忌,朝廷无人敢言。 太尉张彪,大司农朱俊,暗奏献帝约。 金曹操拥兵二十余万,谋臣武将数十远,若得此人扶持社稷,搅除奸党,天下兴审。 县帝契曰,朕被二贼欺凌久矣,若得诸之,成为大姓。 标奏曰,陈有一计,先令二贼自相残害,然后赵曹操引兵杀之,扫清贼党,以安朝廷。 现帝约,既将安出。 标约,闻郭四之妻罪肚,可令人于四妻处用反箭计,则二贼自相害矣。 必乃书密照赴养标。 标即岸史夫人以他世入郭四府,承见告四七月。 闻郭将军与李司马夫人有染,其情甚密,躺司马之之,必遭其害,夫人以崛起往来为妙。 四妻亚曰,怪见她惊速不归,却干出如此无耻之事,非夫人言,妾不知也,当甚防之。 四妻再三称谢而别,过了数日,郭四又将往李雀府中饮宴,七语,确幸不测,旷金两雄不并利,唐笔酒后制毒,妾将奈何。 四不敢听,其再三劝住,至晚间却使人送酒言至,四妻乃暗制毒于中,方水陷入。 四便欲识,其曰,十字外来岂可辨识,乃先于犬世之,犬历死,自此四心怀疑。 一日,李雀利妖国寺附加饮宴,至夜习散,似罪而归,偶然腹痛。 七语,必众其毒矣,即令将奋之灌之,意图方定。 四大怒约,无与李雀共图大事,仅无端预谋害我,我不先发必遭毒手。 随密布本部甲兵御公李雀,早有人报之雀,雀一大怒约。 郭厄多安敢如此,随点本部甲兵来杀郭四。 两处合兵数万,就在长安城下混战,城市掳掠居民。 却指李先,引兵围住公院,用车两城,一城载天子,一城载夫皇后,使贾许佐灵兼压车架。 其余工人内侍,并接不走,拥出后载门,正欲郭四兵道,乱箭齐发,射死工人不知其数。 李雀随后掩杀,郭四兵退,车架冒险出城,不由分说,竟拥到李雀营中。 郭四领兵入宫,进强路弓斌财女入营,放火烧宫殿。 次日,郭四之礼却结了天子,领军来营前厮杀,地后都受惊恐,后人有诗叹之悦。 光武中兴兴,上下乡城十二帝,环陵无道宗摄舵,焉尘善权,为书记。 无谋合尽做三宫,玉雏射鼠,招坚雄。 柴塔虽驱虎狼入,西周逆树,生银凶。 王润赤心脱红粉,致令吕公成矛盾。 瞿魁舔灭天下宁,谁知礼锅心怀愤。 神州荆棘争奈何,六宫积锦,愁干戈。 人心寄离天命去,英雄歌剧,分山河。 后王归此存经业,莫把金鸥等闲缺。 生灵糜烂,干脑图,圣水残山多怨血。 我官已使不胜碑,筋骨茫茫,探蜀离。 人君当首包丧戒,太阿水殖,全刚为。 却说郭四兵道,李雀出营皆斩,四君不利,暂且退去。 雀乃以地后车架于梅布,使之李先兼之,断绝内使,饮食不济。 侍臣皆有七色。 帝令人问雀取迷五胡,牛骨五句,以次左右。 雀怒曰,朝夕上犯,何有他求? 乃以腐肉朽粮语之,皆臭不可食。 帝骂曰,逆贼直如此相欺。 世中扬其急奏曰, 雀姓残暴,世事至此, 陛下千忍之,不可应其封也。 帝乃低头无语,泪迎袍袖。 忽左右抱约,有一路军马, 枪刀应日,筋骨震天,前来救驾。 帝叫打听是谁,乃郭四也。 帝心转忧,指文物外喊声大起, 原来李雀引兵出营郭四, 编指郭四而骂曰, 我代你不驳,你如何谋害我? 四月,而乃反贼,如何不杀你? 却曰,我保驾在此,何为反贼? 四月,此乃劫驾,何为保驾? 却曰,不许多言, 我两个各不许用军事, 只自拼输赢,赢得便把皇帝取去罢了。 二人便就在阵前厮杀, 占到十和,不分胜负。 只借杨彪拍马而来, 大叫,二位将军少些, 老夫特邀仲冠来与二位讲和。 却四乃各自还迎。 杨彪与朱俊会和朝廷官僚六十余人, 先亿郭四营中劝和。 郭四竟将仲冠进行奸下。 仲冠曰,我等为好而来, 何乃如此相待? 四月,李雀劫天子, 偏我劫不得公卿。 杨彪曰, 一劫天子,一劫公卿, 意欲何为? 四大怒便拔剑御杀彪。 中郎将杨密立劝, 四乃放了杨彪, 朱俊,其余都奸在营中。 彪魏俊曰, 为社稷之辰, 不能匡君救主, 空生天地兼耳, 言弃相报而枯, 昏厥余地。 郡归家, 成病而死。 自此之后, 却似每日厮杀, 一连五十余日, 死者不知其数。 却说, 李雀平日最习左道要挟之处, 常使女巫击鼓将神于军中, 贾许屡见不听, 世中扬齐密奏帝约, 臣官贾许虽为李雀复心, 却实未常望君, 陛下当与谋之。 正说之间, 贾许来道, 帝乃秉退左右, 弃欲贾许, 轻能连汉朝就这命呼。 许拜服于帝约, 故臣所愿也。 陛下且误言臣自图之, 帝收累而谢。 少清, 李雀来见, 带见而入, 帝面如土色, 却未帝约, 国四不臣, 奸进攻卿, 御谍陛下, 非臣, 则驾备如矣。 帝拱手称谢, 却乃出, 使黄浦离入见地。 帝之离能言, 又与李雀同乡, 赵使王两边结合。 离奉赵, 走至四营睡寺, 四月, 如李雀送出天子, 我便放出公卿。 李继来见李雀曰, 今天子以某是西凉人, 与公同乡, 特令某来劝和二公, 自以奉赵, 公义若何。 雀曰, 吾有拜吕布之大公, 辅政四年, 多助勋迹, 天下共之, 郭厄多道马贼尔, 安敢善结公卿, 与我相抗, 势必突之。 君士官我方略势众, 足圣郭厄多佛。 李达月, 不然, 稀有穷厚义, 士其善舍, 不思患难, 以致灭亡。 近董太师之强, 君所目见也, 吕布受恩而返徒之, 思虚之间投悬国门, 则强固不足事宜。 将军身为上将, 执月仗节, 子孙宗族皆举显位, 国恩不可谓不厚。 锦郭厄多节公卿, 而将军节至尊, 果谁清谁重焉。 李雀大怒, 拔剑赤月, 天子使辱来辱我乎, 我先斩辱头。 其都为阳奉剑月, 锦郭四卫除而杀天使, 则四星兵有名, 诸侯皆诸之矣。 假许易立劝, 却怒少期, 许随推黄埔离出。 李大叫曰, 李却不奉诏, 欲弑君自立。 世中胡淼即止之曰, 无出此言, 孔于身不立。 李斥之曰, 胡敬才, 辱一为朝廷之臣, 如何负贼? 君辱臣子, 无被李却所杀, 乃愤也。 大骂不止, 帝之之, 即令黄埔离回西凉。 却说李却之君, 大半是西凉人士, 更爱枪兵为助, 却被黄埔离扬言于西凉人曰, 李却谋反, 从之者皆为贼党, 后患不前。 西凉人多有听李之言, 君心见患。 却闻离言, 大怒, 拆虎姬王昌追之, 昌知李乃忠义之事, 竟不枉追, 指回报曰, 李已不知何往矣。 假许又密欲羌人曰, 天子之如等忠义, 久战劳苦, 密诏时辱还俊, 后当有重赏。 羌人, 正愿李却不予绝赏, 随听许言, 都引兵去。 许又密奏帝曰, 李却贪而无谋, 尽兵散心切, 可以中绝而知。 地乃将诏, 封却为大司马, 却喜曰, 此女巫将神祈祷之力也, 随众赏女巫, 却不赏军将。 其都为阳奉大怒, 为宋果曰, 无等出生入死身貌史实, 公返不及女巫也。 宋果曰, 何不杀此贼已救天子? 凤曰, 你于中军放火为好, 无当引兵外应。 二人约定事业二更十分举世, 不料其事不密, 有人报之李却, 却大怒, 令人秦宋果先杀之。 杨凤引兵在外, 不见好火, 李却自将兵出, 恰遇杨凤, 就宅中混战到四更, 凤不胜, 引军投长安去了。 李却自此军事件衰, 更见郭四常来攻击, 杀死者甚多。 呼人来报, 张继统领大军自陕西来到, 欲与二宫解和, 声言如不从者, 引兵机制。 却便卖个人情, 先遣人赴张继军中许和, 郭四亦值得许诺。 张继上表, 请天子驾姓鸿农。 帝喜曰, 朕思东都久矣, 今成此得还, 乃万幸也。 赵丰张继为标起将军, 继尽粮食酒肉, 攻击百官。 四放公卿出营, 却收拾车架东行, 遣就有御林军数百, 持己护送。 鸾鱼过新风, 致霸凌。 时至秋天, 秋风骤起, 呼闻喊声大作, 数百军兵来至桥上, 拦住车架, 力声问曰, 来者何人? 市中杨琪拍马上桥曰, 胜架过此, 谁敢拦足? 有二将出曰, 五等奉郭将军命, 把守此桥, 以防奸细, 济云胜架, 须亲见地, 方可准信。 杨琪高阶诸连, 帝玉曰, 振公在此, 清和不退? 众将皆呼万岁, 分于两边, 驾乃得过。 二将回报过四月, 驾已去矣, 四月, 我正欲哄过张继, 结驾再入煤雾, 你如何擅自放了过去? 随斩二将起兵赶来。 车架正到华阴县, 背后喊声震天, 大叫车架且休动, 帝气高大臣曰, 方离狼窝, 又逢虎口, 如之奈何。 众皆失色, 贼军渐进, 只听得一派鼓声, 山背后转出一项, 当先一面大旗, 上书大汉杨凤四字, 引军迁于沙来。 原来, 杨凤置为李雀所败, 便引军屯中南山下, 新闻驾至特来保护, 当下裂开阵势, 四将崔勇出马, 大骂杨凤反贼, 凤大怒, 回顾镇中曰, 功名何在? 一将手执大斧直取崔勇, 两马相交, 只一合斩崔勇于马下。 杨凤成事掩杀, 四军大败, 退走二十余礼, 凤乃收军来见天子, 帝位欲曰, 清就镇宫其功不小, 凤顿守败谢。 帝替, 是斩贼将者何人? 凤乃因此将败于车下约, 此人河东阳县也, 姓徐明晃, 自功名, 帝位劳之。 杨凤保驾至华阴驻臂, 将军断威, 具衣服, 隐善上线。 事业, 天子夙于杨凤营中, 郭四败了一阵, 次日又点军杀至营前来, 徐晃当先出马, 郭四大军八面围来, 将天子杨凤困在该心。 正在危急之中, 忽然东南上喊声大震, 一将引军纵马杀来, 贼众崩溃。 徐晃成势攻击, 大败四军。 那人来见天子, 乃国妻董成也, 帝哭诉前世。 承曰, 陛下面忧, 臣与杨将军事战二贼, 以敬天下。 帝命早赴东都, 连夜驾起, 前姓洪农。 却说, 郭四引败军回, 撞着李雀, 言, 杨凤董成就驾往洪农去了, 若到山东, 立脚得劳, 必然不告天下, 令诸侯供罚我等, 三族不能保矣。 雀曰, 紧张继兵具长安, 未可轻动, 我和你乘间和兵一处, 致洪农杀了汉军, 平分天下, 有何不可? 四喜诺, 二人和兵, 鱼路劫掠, 锁过一空, 杨凤董成知贼远来, 随乐兵回, 与贼大战于东建。 雀似二人商议, 我中笔寡, 只可以混战胜之。 于是, 李雀在左, 郭四在右, 漫山遍野拥来, 杨凤董成两边死战, 刚保地后车出。 百官, 工人, 辐策典籍, 一应御用之物, 皆被抛弃, 郭四引军入鸿农劫掠, 乘凤保驾走陕北, 雀似分兵赶来。 成凤一面差人与雀寺讲和, 一面密传圣旨往河东, 即召顾白波帅寒先, 李月, 胡才三处军兵前来就应, 那李月等亦是孝聚山陵之贼, 仅不得已而召之, 三处军闻天子赦罪赐官如何不来, 并把本营军土来与董成约会, 一起再去鸿农。 其实, 李雀郭四但到之处, 劫掠百姓, 老弱者杀之, 强壮者冲军, 临敌则趋民兵在前, 名曰赶死军。 贼士浩大, 李月君道会于草阳, 郭四令军士将衣服物件抛弃于道, 月君见衣服满地, 争亡取之, 队伍尽失, 却四二军四面混战, 月君大败。 杨凤董成遮拦不住, 保驾北走, 背后贼军赶来, 李月月, 事急已, 请天子上马先行。 帝月, 朕不可舍百官而去, 众皆豪气相随, 胡财被乱军所杀, 乘凤见贼追击, 请天子弃车驾步行。 到黄河岸边, 李月等寻得一只小舟坐渡船, 时之天气严寒, 地狱后强扶到岸, 边岸又高, 不得下船, 后面追兵将至。 杨凤月, 可解马将绳相连, 拴伏地腰, 放下船距。 人从中, 国舅福德, 侠白捐十数匹至, 月, 我于乱军中识得此捐, 可接连拽年。 行军校尉上红, 用军包地劫后, 令众先挂地往下放之, 乃得下船。 李月仗剑立于船头上, 后兄福德, 父后下船中, 岸上有不得下船者, 争扯船缆, 李月进砍于水中。 渡过地后, 在放船渡众人, 其争渡者皆被砍下手指, 哭声震天, 其渡彼岸, 地左右只剩得十余人。 杨凤寻得牛车一辆, 在地之大阳, 绝食, 晚宿于瓦屋中, 也老尽素饭, 尚语后供食, 粗力不能下宴。 次日, 赵丰里月为征北将军, 韩先为征东将军, 起驾难行。 有二大臣寻致, 哭拜车前, 乃太尉杨彪, 太仆韩荣也。 帝后聚哭, 韩荣曰, 雀似二贼, 颇信臣言, 臣舍命去睡二贼霸兵, 陛下善保龙体。 韩荣去了, 李月, 请帝入杨凤营暂些, 杨彪请帝都安逸县, 驾至安逸, 苦无高防, 帝后都居于茅屋中, 又无门关闭, 四边插荆棘已为平地。 帝于大臣意识于茅屋之下, 诸将引兵于离外镇压, 李月等专权, 百官稍有处犯, 竟于帝前欧骂, 故意送酌酒粗食于帝, 帝勉强纳支, 李月寒先, 又连名宝奏无徒, 不屈, 巫医, 走足二百余名, 并为校尉, 御立等官, 刻印不及, 以锥化区, 全不成体统, 却说, 韩荣去睡却似二贼, 二贼从其言, 乃放百官及工人归, 誓岁大荒, 百姓皆食早菜, 饿福遍野, 河内太守张阳, 献米肉, 河东太守王毅, 献捐薄, 地稍得宁, 董城扬奉商议, 一面差人修洛阳公愿, 御奉车嫁还东都, 李月不从, 董城为李月月, 洛阳本天子建都之地, 安逸乃小弟免, 如何容得车嫁, 请奉嫁还洛阳是正礼, 李月月, 如等奉嫁去, 我执在此处住, 城凤乃凤嫁启程, 李月暗令人勾结李雀, 郭四, 一同结嫁, 董城, 杨凤, 韩仙知其谋, 连夜摆布军事, 护送车架, 前奔机关, 李月闻之, 不等雀寺军道, 自引本部人马前来追赶, 四更左侧, 赶到激山下, 大叫, 车架修行, 李雀郭四在此, 吓得县地心惊胆战, 山上火光遍起, 正是前番两贼分为二, 今番三贼何为一, 不知汉天子怎离此难, 且听下文分解。